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大多数都是今年夏天过后长出来了 现在还在旺盛的细胞分裂生长 旺盛的这样一个时期 然后这颗现在朵朵并没有爆的很多 就是没有爆很多的朵朵 但是有的地方其实已经爆了 都是在这个醉花线的底端 你看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对吧然后这边应该也会有 但是我看不到 我的手机放不过去 整体就是明显的这个地方变宽了 以前它就是薄薄的 只有这么点宽 然后现在你看 它就变成这样 纵向生长的了 我就想起之前 就这个小伙伴 我买了他的东西以后 我们还加了微信 他跟我聊过很多 就是他养肉肉 然后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然后这个底下也有龙头 这个龙头是本来就有的 他当时就跟我聊啊 他说你不要用太方的盆来做 像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 形状口径有点方的这样的盆 他说他们试过啊 就是像这种醉花 你如果用长方形的盆来种 也就是如果这个方向很长的话 它的这个醉花 它就会朝两边扩展 如果是用圆形的盆来种的话 它最后你从顶上看到 它这些醉花就会慢慢的 趋向于圆形 然后我用的因为是一个方盆 所以他说你到时候这个醉花线 你看它就会这样 纵向生长 然后最后你从顶端看到它 就会把你的这个盆占的满满的 我现在养了一年下来 我发现它讲的非常有道理 真的就如他所说的一样啊 就是你给它什么形状的盆口 给它长的 然后你从顶上拍 它就会长成跟盆一样的形状 你给它圆的 它就会长成一个圆形 我给的是一个方盆 所以你看它现在越来越方了 这个地方我估计它还会再出来一点 这个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它底下的根根系很发达 它的根系在这个盆里面走的应该就是一个方形的 所以现在你看它长得多方 现在还没有完全长好啊 就是跟它说的差不多了 看到吗 这个是陈蒙鹿的这棵小树 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聊的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棵啊 今天我还想给你们看一棵 是这棵 这棵 这棵 这棵是陈蒙鹿的一棵坠画 这棵坠画大家应该对它也有印象 我没有花一毛钱 是一个粉丝小姐姐从云南给我寄过来的 那个粉丝小姐姐今年不多久前还给我发过 就是这个陈蒙鹿的妈妈现在长成啥样 也不叫妈妈吧 应该叫同胞姊妹 因为本身它是一棵很大的坠画 它在分盆的时候啊 就是分散掉了 它把其中一块然后就寄给我了 就这棵 我觉得我 不如使命 然后把它这棵养得很好 它给我拿来的时候 就是在盆里面好像是个三角形 大概就这么点大 养了一年下来 而且全部都开朵朵了 这个挺漂亮的吧 这个是云南的小伙伴起给我的哦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刚来的时候的照片 所以你们如果要是种这种醉画的话 一定要给大盆 因为醉画它分裂起来是很可怕的 它会长得很大很大 我这个盆当时觉得好大 现在已经全都给我长满了 对吧 你们瞧瞧 嘴镜头上给你们看看 你看朵朵全都开了 挺漂亮的吧 这边朵朵再全开了的话 我这个盆更装不下了 我现在希望它能够往上升长 长成树的形状 然后不要再平面铺开了 这个还是很美的 上点状态就更好了 因为我这里阳光不好啊 最近还有一点上状态还不错 其实 然后再挑几个给你们看看吧 我觉得这颗现在状态也不错 这颗用这么丑的盆 种的话肯定是已经种了好多年了 这个应该有三年以上 三四五年都有可能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反正这个是我早期最丑的盆 这个桩子长得倒不是很粗 但是全木质化的 这个颜色最近上的也不错哦 这颗 也没啥形状 中间还有个小仔 刚长出来一颗小仔还挺好的 这边还有一颗没有伤状态的 这边这颗是我今年夏天 然后重新上盆的一颗 因为去年夏天根伤了 一直没有浮盆长得粘巴巴的 所以熬到今年夏天就是 度夏之前 我给重新换了盆土 然后修了根 然后你们看啊 它根系时间不长的 上状态上的就很慢 所以你们看同样的养股条件啊 都放在这一片 根系好的状态就很好 是吧 你看这个根系长得时间不久的 状态 你看就是那种灰灰的绿绿的 是吧 然后这边还有几颗 这边几颗没有多漂亮 我想给它们拼个盆最好了 那那么大的盆有点占地方 沉蒙鹿不要用太低的颗粒去种 沉蒙鹿是可以用全颗粒去种 然后颗粒种的话 它空出来的颜色会很美 近期长出来的叶片 都是那种包裹着仙气的 全是白粉 这个也是沉蒙鹿 这边沉蒙鹿太多了 这边一棵小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边这棵小树 底下的两个龙头 被我剥的只剩几片叶片了 这就可见肯定夏天过后 有的叶片长得特别长 被我剥的只剩下叶芯了 后面的扇板形状很好看 我很喜欢这种扇子 还有就是这颗虽然不大 但是它的板子又厚 你看还挺老的 底下已经开始木质化了 非常厚实很结实 叶片的尖尖上有一点黑 应该是夏天在我地下室里被灯光烤的 这颗 这颗时间还短 所以还没有开多多 我们花时间来等待吧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明天继续再见 拜拜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你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我们下期再见 咯